任意杀生得瘫痪 赵小姐一心向佛 每次的放生法会 她一定都会参加 并且在放生后还会虔诚忏悔 很多人对此行为并不理解 咦 那不是赵小姐吗 是啊 赵小姐每次都会来参加放生法会 而且放生完后还会虔诚忏悔 你想赵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莫非她过去曾经做过坏事 而种下了恶果 不可能的 据我对赵小姐的了解 她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佛吃素了 怎么可能会种下恶果呢 那她为什么在放生后还要忏悔呢 不如我们去问问赵小姐本人吧 两位有什么事吗 赵小姐 我们看到您每次放生完都会虔诚的忏悔 可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佛吃素了 像您这样善良的人有什么事需要忏悔呢 我是代替我的母亲忏悔 希望能帮助母亲消除业障 啊 赵小姐 赵小姐 您的母亲她怎么了吗 我的母亲因为杀业太重 而导致半身不随 并且我母亲的胆子也很大 家里杀鸡杀鸭的事情都是由我母亲一手包办的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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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还有很多玉米呢 保证你们都能吃饱 妹妹 你别浪费食物了 我喂他们吃东西 怎么可以说是浪费食物呢 妈妈待会儿要杀一只鸡做给我们吃 你现在喂他们吃东西不是浪费食物吗 啊 你骗人 妈妈怎么会杀他们呢 你不相信 一会儿妈妈就来了 妈妈妈妈 你拿着刀子做什么啊 女儿怪 我上一只鸡如给你们吃好吗 好啊 好啊 我们有鸡肉可以吃了 妈妈 别杀他们好吗 怎么了 女儿 难道你不想吃鸡肉吗 妈妈 你看这些鸡多可爱 你怎么忍心杀掉他们呢 我宁愿不吃鸡肉 也不愿意他们被杀掉 不行 不行 我可是很想吃鸡肉的 傻女儿 这些鸡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吃的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养他们呢 我母亲一生杀的鸡鸭不计其数 全都是被母亲做成菜 让全家人大快朵頤的 我的母亲还因为家里养的猫狗不听话 难照顾就遗弃了他们 虽然这不是残忍杀生 但是将他们抛弃也是严重的罪过的 正因为母亲种下了这些不善的因 所以后来得到了果报 她中风了 虽然及时抢救捡回一命 但还是瘫痪了 医生 我母亲的情况怎么样 你母亲是中风非常严重 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 但瘫痪是无法避免的 我的哥哥也因为吃了过多鸡鸭 而骚受了果报 他因为支气管扩张 常常会吐血 哥哥 你咳嗽越来越严重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 别提了 医生说我得了支气管扩张症 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呢 哥哥 我看这都是因为你一直跟着母亲 吃鸡鸭 伤害生命 才会遭到的果报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吗 妈妈她现在瘫痪了 而你又得了这种病 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哥 你咳出血来了 我哥哥生病后 她的女朋友和她分手了 之后工作也没了 生活非常困难 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 这些小动物一样都是生命 很可能就是我们前世的父母兄弟 而我的母亲和哥哥 却这样残忍对待他们 真是太不应该了 所以你每次放生后 都会为母亲和哥哥忏悔 嗯 是的 我是家中唯一的佛弟子 择无旁贷 要精进念佛 回向怨亲债主 替母亲及家人 向这些死难众生 叩首道歉 请求原谅 愿大家都能往生净土 仔细想一下 我也有一位 经常杀生的亲友 前阵子遭遇了车祸 至今人昏迷不醒 我也应该替他忏悔才是 嗯 是啊 我们学佛的人 应该替亲友的罪行忏悔 这是在帮助他们啊 嗯 非常有道理 祈求菩萨慈悲 帮助众生 皆离苦得乐 嗯 非常有道理 嗯 非常有道理